这边我们介绍一个叫Virtual Box 事实上虚拟系统有好多种 像微软有Virtual PC 但是各位注意到Virtual PC在那个Windows 7的话 要专业版才有 所以是为什么我要买专业版的 因为我有一个旧的 不得已要用它 不然然后我也不想花那么多钱 总共要用金杰就好了 干嘛要花多花一倍的钱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有名叫VMware 那这些呢他们都可以做 就是很多的应用 那现在虚拟系统也常常应用在我们的 学校里面或企业里面 因为 一套电脑以前我们都是一台主机就用一个系统 只用Mail就Mail Web就Web 对不对 档案分享就档案分享 可是这样怎么样很浪费钱 对第2个 因为比如说我的 假设网站流量不大 那你还记得主机在那里 还算好多那么多电 那现在电脑效能都比较好 所以我们希望 很多就是会有 就是所谓的虚拟的系统的方式 一台主机 比较厉害一点 它同时处理好几个 那虚拟系统在我们个人电脑面就可以用在哪几个 第1个 你的电脑可能要 不同的作为系统 比如说有Windows SP 像我刚刚这样 有SP的 也有Windows 7的 因为有SP 可以跟我旧的硬体相容 对不对 有万一有这种需要 第2个 保留旧的作为系统 因为有些时候 当我的作为那个软体 没办法在新的系统里面让的时候 我可以用这种方法 因为这样会跟硬体切开 我不用担心旧电脑如果硬体坏掉的时候 怎么办 那就挂了 你会发现我们资讯更新快 硬体更新快 一下就没有了 找不到那个零件了 所以你应该知道那个太空梭 太空梭他们上面的那些 以前有一个新闻 我不知道各位有看过 就是 太空梭他们上面用的那个电脑 的那个处理器 事实上都是很旧的 尤其去比较就是比较早期的 那他们就只好到哪里 网开找 找看到有没有零件可以替换 因为没有人要生产的 已经都过时了 那再来就是说你可以进行各种资料测试 比如说你有时候想要去 不该去的网站那 你拿自己的 外面这一台 直接去 也会很危险 因为很危险 中毒你的事情 可是你用虚拟的去 中毒引导的事情 自己没关系 对不对 里面虚拟的死掉就死掉 我外面好好就好了 所以我以我现在来讲 我大部分的情形就是 我的社会系统 我尽量不要重灌 因为重灌很浪费时间 我里面重弄没关系 对不对 我里面我装好之后 我会把备份一个出来 然后呢 里面让他去出生入死 我们在外面喝彩就好了 还有成果都在拿回来 另外一个就是说方便进行系统的转移跟备原 因为有些时候 我们的比如说你的主机要怎么样 就是备原 可是你没有真的一台主机可以用 你可以 万一比如说我这台主机 有问题 我可以把那个 虚拟就是备份出来 我们上 因为前面一个没讲 就是那个系统的备份 我备份好印象档之后 我可以拿到虚拟里面 就是 先把它撑起来 你了解我意思吗 有些时候是 那个系统是不能中断 你可以慢一点点 比如说像我们学校里面好 公文系统 你一段现在大家都 就是说 想到别人用 我不能办公 我今天要想要休假 对不对 所以这样就会有问题 所以这个 蛮好用的 那么 我有给各位一个 没有到版的 在这边 各位您看一下 在那个 相档栏里面有没有一个叫Android 4 有没有 这是Gini系统 你们可以玩看看 但是因为这个是已经装好的 有玩过那个 三明治吗 Android 4不是 Sunwich吗 三明治 这样 它的代号好像叫三明治 你要先做一件事情 先把虚拟系统装起来 虚拟系统在哪 在外面这边 这里有一个 你把它多多两下装起来 装起来之后 您进到这个 这个里面 这个 因为设定档位已经设定好了 您就点两下就好了 点两下之后 您会看到类似像这样 它会自动帮您放进来 有没有 就是你点两下执行 它就进来了 那么我现在启动给各位看好不好 一起来玩看看 不然 你用每个人发一台平板吗 然后就啊我们来试试看看Android 4 那我可怜我 对不 嘿我们就在里面玩 但是你 因为这个是Android系统 所以不要忘记它是平板 用手了 就是改用滑锁 解锁 你们现在那个字位型手机都怎么解锁 Android好像2.3还是2.21之后 前一段时间被告 HTC 被告啊 所以现在它那个解锁方式改变了 本来以前是由下往上 现在是变成一个圈圈 下来 你们都有更新嘛 对不对 不是吗 所以解锁 按着丢 等一下 因为它这里面我们滑锁进去之后 你要注意一下它的快速键 快速键的话 我现在滑锁进去会被锁住 就会卡在里面 你要出来的话 它的快速键是右手边的CAMS 有没有看到 右手边的CAMS 所以你滑锁如果要离开 你看我先截取 也没有滑锁在里面了 可是跳不跳出来 跳不出来 右手边的CAMS 按一下 也没有滑锁卡出来了 先要知道怎么回到限制世界 好吧 不然你滑锁卡住了 好 所以我大部分这个我都不关掉了 这里我都没有勾 以防万一我不小心忘记了 解锁 按着 这样有没有解锁 有 事实上这几位我改过 就是那个语气是英文的 我改成中文 所以你看我们在里面 这个 有没有都是中文的 你可以用手机 用平板上网看看吗 今天也通 里面的会通吗 我有试过了 他会用我外面这台网络数据 这样了解吗 你就可以玩看看 对不对 那你要分页 这个不要 对不对 你要分页 有没有 用滑鼠盖进你的手 这样你也有平板 对不对 我没有那个没关系 我可以玩看看 但我也有知识成长 所以事实上 微软的那个windows server 系列的 他也有提供这种所谓的那个叫做 虚拟硬碟档案给人家 也就是说你不用装起来 你在虚拟系统里面直接装 我已经帮你装好 你可以在里面做测试 所以这个都是一种方法 所以有些时候 可能是一些 比如说可能老师工程用的有些软体 好那你透过这个方法装在里面 那我们就可以在里面模拟一些情境 让 大家在里面用 而且这样的好处是你看 我就call给你就好了 你也不用再重装一次系统 你了解那个概念了吗 你不用再重装一次这个ensole 对不对 也不用从那光点再装 我就把这个 像我跟各位用的一样 就是 你在这边就直接把这个资料夹 就拿过去就好了 它本身事实上是有一个很大的档案 你可以看到有没有像VDI 这就是它的硬碟档 也就是你所有的作为系统都 在这个大的硬碟档案里面 那我给各位Android这个是因为它本身比较小 如果用Windows给各位就是一G两G的事情 Windows7 至少10G 好所以说我会有比较多的这种虚拟系统就类似像这样 所以你看我的这边 我的虚拟系统 这里面就有这么多有没有 你看我那个旧的电脑 已经多少你知道吗 已经80G 我就是旧的旧电脑系统 有没有80G 我就是旧的旧电脑系统 里面就有很多东西 但是还是一样我还可以带来再去的 今天我的桌上也可以用 我在 弄复刻工作的时候也可以用 那我就比较不用担心我旧的旧电脑 所以这个是跟大家分享一样 虽然没有办法让大家实说 但是你可以 看到可以我们可以这样去应用